最焦点要来关心南韩MERS疫情又新增5例 那病毒是突破了首尔首都圈 那除了造成南韩境内209所学校停课 也冲击到观光市场 那根据观光局的统计 到昨天晚上已经有2400个人取消了韩国旅游 旅行社业者也说 这两天打电话来退团的人是越来越多 业绩已经掉了7成 或者是说你可以挪往其他的地方 电话一通接一通 几乎全都是打来询问韩国旅游退团事宜 南韩MERS疫情升温再新增5例 目前确诊患者已经达到30人 而且病毒已经突破了首尔首都圈 导致南韩全国209所学校停课或休课 真正取消确定要取消的部分 目前大概一成左右 那大概有两成左右的消费者 他们考虑希望可以延后出发 目的地暂时不变 那大概有七成左右的消费者 他们选择了转往第二地旅游 旅游团却步航空业者订单也少了一到两成 根据观光局统计 截至2号晚间为止调查了20家旅游业者 已经有2400人退团或改往其他旅游地区 就怕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我国非韩国航线的航空公司 也展开防疫大作战 航班起降前后 客舱 座椅 厨房 洗手间等全面消毒 也被妥口罩 手套等防疫用品 另外由于卫福部对于南韩首尔旅游疫情 提高为第二级警示 但是外交部的旅游警示灯号 还是维持提醒注意的灰色 引发力为不满 外交部上午松口将调整 对韩国首尔旅游警示为黄色 也就是特别注意旅游安全 并检讨应否前往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